顶着大太阳 西新里民手持抗议标语 在南港高中校门口 向台北市长蒋旺安成勤 因为西新里一直没有 自己的区民活动中心 因此希望目前正在里内 进行的台北市政府 与国产实业合进案 能有部分回馈给地方 作为里民活动空间使用 希望政府可以为我们西新里 争取一些福利 它是区民活动中心 不是我们的西新里里民活动中心 所以每个南港区的都可以来使用 可是就是要跟区公所租借就对了 对 然后它是一个 就是在桥下的 对 像通道一样而已 所以寒冬的感觉 递交陈情书给蒋旺安的西新里里长 胡佳阳气氛的表示 许多里民已经等了一家子 台北市政府却连一瓶都不分给地方使用 完全没有道理 因为我们正常的公有空间的时候呢 都会回馈给在地的邻里 看是需要做区民活动中心 还是日拖日照还是公拖公佑等这些相关规划 但是西新里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不合理跟不公平的 对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提出一个严正的抗议 而且重点是卫生局要了十层楼 问它有什么规划完全讲不出来 它根本是多要的 它现有的楼地板面积 我调过建筑平面图 它只要分回六到七成就绰绰有余了 它完全只是先把十层楼先站下来 要怎么用它也不知道 它就先站下来就对了 我们的反应 我从议员委员会堪到市长的座谈会 卫生局完全没有一个善意的回应 完全把西新里当作是空气 对于里民的诉求 台北市长蒋旺安表示 已经请区公所将里长的需求提案到 市有资产供需整合小组进行讨论 对于里民的心声 他会持续关注了解 上次里长座谈 里长都有跟我说 我们请区公所这边把案子提上来 我来跟卫生局了解一下 现在这个案子已经送到我们服务的会议里面 我们来讨论一下 台北市卫生局方面回应表示 目前南港区公所已经提报 南港区民活动中心需求到民政局 民政局正在汇整相关资料后 提送到市有资产供需整合小组 到时候卫生局也会出席会议 针对地方需求进行讨论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